新生婴儿长着80岁的容貌 母亲因他难产去世 父亲将他视为不祥的怪物 把他丢在了养老院门口 幸好善良的护工收养了他 医生帮本杰明检查了身体 明明是刚出生的婴儿 却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白内障 身体机能就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转眼本杰明7岁了 可他看上去还是那么衰老 因为患有各种老年病 本杰明的童年都在轮椅上度过 他渴望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肆意玩耍 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 本杰明问护工妈妈自己还能活多久 妈妈告诉他每个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 只是走的路不同罢了 他鼓励本杰明要勇敢地面对生活 感恩现在的每一天 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 本杰明竟慢慢学会了走路 虽然过程很艰苦 但从此告别轮椅还是让他欣喜若狂 本以为自己将在养老院孤独终老 然而一个女孩的出现却改变了本杰明的一生 玛丽有着一双湛蓝色的双眸 这让本杰明对他一见倾心 虽然他们的外貌相差几十岁 但内心却没有任何代沟 玛丽每个周末都会来养老院看望奶奶 而本杰明总是陪在她的身边 他们会在晚上偷偷钻进桌子下面 玛丽告诉了本杰明很多关于外媒世界的趣事 同时她也对本杰明充满着好奇 然而他们过于亲密的举动很快就被奶奶发现 见孙女和一个老头鬼混在一起 奶奶愤怒地把玛丽赶回房间 然后对着本杰明一顿呵斥 她认为本杰明有着特殊的癖好 可奶奶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老人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孩子 此后奶奶便不让玛丽和本杰明玩耍 这让本杰明十分伤心 她头一次体会到被别人歧视和误解 不久后妈妈生下了她自己的孩子 她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照顾本杰明 好在养老院还有一位老奶奶对本杰明十分疼爱 她会教本杰明弹钢琴 还会给她剪头发 老奶奶告诉本杰明 此时本杰明还不明白老奶奶的话 然而在一个平静的午后 老奶奶却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这让本杰明体会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她的生活也变得暗淡无光 可奇怪的是她的身体却不再衰老 不仅皮肤变得光滑紧致 就连肌肉也开始重新生长 本杰明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 很快本杰明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 她决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父母和她依依不舍地告别 妈妈叮嘱本杰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得知此事的玛丽也追了过来 她舍不得本杰明离开 却又找不到理由让她留下来 于是他们约定 每次本杰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就给玛丽寄一张明信片 这样玛丽就知道她是安全的 本杰明拿着行囊开始了她的环球之旅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本杰明应聘成了一名水手 他在船上负责一些杂活 船长带着她前往世界各地冒险 本杰明对眼前的一切充满着好奇 这天一名富商找到了本杰明 他询问着本杰明的近况 本杰明还不知道 眼前的男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父亲因为愧疚并未和他相认 分别时父亲喊住了他 转眼又过了十年 如今的玛丽出落的亭亭玉立 她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 如愿考上了一所著名的舞蹈学院 并成为学校芭蕾舞团的重要成员 玛丽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本杰明 此时的本杰明还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之上 很快他就给玛丽写了回信 可信上的内容却让玛丽的心情跌入谷底 原来本杰明告诉玛丽自己恋爱了 对方是一名气质优雅的女性 她们有着很多共同的话题 经常在一起聊到通宵 本杰明本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可当对方得知他会越来越年轻后 却选择了不辞而别 只给本杰明留下了一封信 上面写着遇见你真好 不久二战爆发 本杰明所在的轮船被军方征用 他不得不结束了自己船员的生涯 本杰明决定回养老院看看父母 妈妈激动地抱住本杰明 时间在妈妈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可32岁的本杰明却越来越年轻 这让妈妈惊讶地同时感到不可思议 此时的养老院早已物是人非 曾经的那些老人已经相继离世 就连他的父亲也在一个月前因病去舍 本杰明为没有见父亲最后一面而感到遗憾 玛丽得知本杰明回来 迫不及待地来到养老院 他一时间竟没认出本杰明 玛丽热情地和本杰明相拥在了一起 如今两人的外貌似乎十分合适 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玛丽讲述着他的舞蹈生涯 这让本杰明一时插不上话 他们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样 放后玛丽为本杰明跳了一支舞 这是他专门为心爱之人排练的 可本杰明知道此时的他配不上玛丽 所以当玛丽向他表达爱意时 本杰明选择了逃避 玛丽以为本杰明不喜欢自己 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 这天本杰明的亲生父亲找上门来 多年不见父亲憔悴了很多 原来他已经到了癌症晚期 他把本杰明带到了自己的纽扣工厂 父亲希望得到本杰明的原谅 他想在自己走后把遗产全部留给本杰明 突如其来的真相让本杰明难以接受 父亲带他看了亲生母亲的照片 给他讲述了关于自己的身世 本杰明知道这些年 父亲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他 他不想父亲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于是本杰明最终选择原谅了父亲 父子俩静静地坐在海边 随着太阳缓缓浮出水面 父亲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本杰明为父亲举行了简单的葬礼 妈妈希望他能勇敢地追求幸福 于是本杰明找到玛丽 想要挽回两人之间的感情 可此时的玛丽身边却已经有了男友 或许是为了报复上次本杰明的拒绝 玛丽故意和男友举止亲密 这让本杰明十分尴尬 最后他默默离开了这里 本杰明回到了妈妈身边 帮他打理着养老院 本以为他和玛丽之间不会再有交集 可这天一封玛丽好友的耐心 让两人再续前缘 原来玛丽不幸遭遇了车祸 一条腿被撞得严重骨折 即使痊愈他也不可能再重返舞台 几年不见本杰明却变得越来越完美 他希望玛丽能跟自己回去 并承诺会照顾他一辈子 可玛丽不想成为他的累赘 也不想让本杰明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 玛丽让本杰明别天真了 为了不耽误本杰明 玛丽恶语相向地赶他离开 但本杰明并没有真正离开 他在医院附近的旅馆住下 默默守护在玛丽身边 直到他康复出院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这天玛丽突然来到养老院 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他们享受着爱情带来的甜蜜 与此同时 本杰明的妈妈因病去世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不知所措 他甚至没来得及和妈妈好好告别 本杰明知道玛丽一直有个舞蹈梦 于是他给玛丽开了一家舞蹈培训班 这一年本杰明49岁 玛丽43岁 他们终于在人生的终点相遇 两人站在镜子前 想要记住这奇妙的时刻 玛丽告诉本杰明自己怀孕了 本杰明惊喜的同时更多的确实焦虑 他害怕孩子会遗传他的基因 和他一样承受逆向的人生 而且他担心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孩子 无法承担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 可玛丽却一直安慰着他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都会和本杰明一起面对 两人做好了迎接新生命到来的准备 庆幸的是他们的孩子十分健康 随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 本杰明却越发变得担忧起来 他不想自己以后成为玛丽的负担 于是在为女儿举办了第一场生日聚会后 本杰明便卖了父亲留给他的所有家产 这些钱足够玛丽和女儿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玛丽察觉到了本杰明的意图 可他却不知该怎么挽留 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之人离他而去 当他们再次相遇已是十年之后 62岁的本杰明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 玛丽终于理解了他当初的决定 他问本杰明为什么现在回来 本杰明说他只是想妻子和女儿 所以回来看看 并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 此时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 身边也有了疼爱他的父亲 看着幸福的一家三口驾车离开 本杰明内心满是欣慰 转眼又过了十年 此时玛丽的丈夫已经去世 这天他接到了养老院的电话 说有一个小男孩想要见他 他知道那是本杰明 于是马不停蹄地打了过去 工作人员说在一间废弃的房屋发现了他 72岁的本杰明如今成了七八岁的孩子 可不管他怎么变化身上始终带着一本日记 上面记录着他和玛丽相识相爱的点滴 严重的老年痴呆让他忘了自己是谁 本杰明说他好像活了很久 但却什么也记不起来 为了更好地照顾本杰明 玛丽也搬进了养老院 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本杰明 渐渐本杰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80岁的他成了一个两岁的宝宝 他喜欢躺在玛丽的怀里睡觉 睡醒了玛丽就牵着他的小手一起散步 直到本杰明变成一个强宝中的婴儿 突然他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玛丽知道这一刻本杰明认出了自己 本杰明看着心爱之人缓缓闭上双眼 结束了他这传奇的一生 一个情侣间经常问的问题再次想起 当我满脸皱纹的时候 你是否还会爱我 当我变成孩子甚至尿床的时候 你是否还会爱我 这部电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这些补宝宝 这次补宝宝 他如果这样 你先去